帶大家來吃煙紅鵝 直接就從這個烤爐裡面開始 我是王瑞瑤 現在人在新版希爾頓飯店 好啦這隻鵝真的跑出來了 而且這隻鵝好大一隻 中師傅你等一下了 他一到這兒切下去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鵝有多大 好然後也可以看到 這隻鵝其實烤完了之後 還有一個零油的動作 中師傅現在就要開始騙鵝了 中師傅請 因為中師傅會覺得 片鵝跟烤鴨一樣 是不能等待的 對其實他就是要搶這個時間 那表示保持他這個皮的脆度 有聽到聲音了嗎 很清楚啊 而且這個皮油亮亮哦 哇中師傅 而且那個汁這樣子流出來哦 這個其實是烤鵝 而且這隻是來自雲林 屏東或者是屏東的 白羅曼 他的品種是白羅曼 我給大家看有多大 中師傅你不要切到我的手了 光是他的身體就有40公分了 我剛剛給大家丈量了一下 而且我們今天選的是三吃 這隻叫做燕紅鵝 這隻鵝在疫情還沒有升高的時候 非常的紅 因為四個人以上 六個人就可以來點 新版希爾頓的這隻燕紅鵝 而且不太一樣的是 這隻燕紅鵝 它有一個很香的燻味 哥哥對不對 寶師傅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燻香的味道 就是那個龍眼目的味道 我的這隻鵝已經烤了45分鐘了 它是一邊烤一邊燻 用瓦斯烤 然後用果木燻 哇這樣子拍好誘人喔 口水燙燙味喔 我們本身菜系是廣東菜系 那廣東菜系的那個 不管是烤鴨或烤鵝 它的內部是有填料去醃製 然後去烤 那北京烤鴨的特色 它裡面是沒有醃料 因為鴨子跟鵝一樣都不等人 即使是像現在這樣子切下去 都還可以聽到 這個皮 有沒有聽到皮的聲音 脆皮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是 廣市就是除了這個用這個煙料以外 對因為我們零油 它的皮就保持它的脆度 大家好我是公關國雷斯 歡迎來吃雅吃鵝 煙紅鵝 來告訴大家什麼叫做9981變 好我覺得大家其實對烤鴨也好 烤鵝也好 就是一定會配的傳統的 我們不能少 所以像蔥啊 然後我們的醬啊 那個小黃瓜 一些基本的配備 第一排是基本的 標配 一定要有 好 那接下來怎麼吃 可以最吃到最創意的吃法 就考驗大家的口味啦 那像是我們這個是我們的甜菜跟紅紅的甜菜根 它其實包鵝也好 或者吃也好 當小菜吃涼菜配也很棒 對然後這邊右手邊是我們的蘋果絲 對然後有紅莓醬 紅莓醬 椰是哪個香菇 雞是冰莓醬 就是吃起來吃三酸 就算甜甜的 煙蘿果 煙蘿果 所以其實都非常的開胃 鍾師傅 這個剁鵝腿的部分 還有一個是黑椒鵝鬆 那我們鵝鬆部分是配燒餅 那跟一般菜片有點不一樣的變化 那第三次部分 我們今天做的是這個鵝骨織竹蟹鬥蟲 好好高級喔 鵝骨織竹蟹蟹肉 腐竹對 知足的這個味道 好啦哥哥你趕快動作快喔 因為我們要吃了 吃吃烤鵝我們不囉嗦 自己包自己吃